同学们好,刘老师好,同学们好,刘老师好,同学们好,刘老师好,非常好。 上节课我们学了季节,这个季节现在是什么季节?春天。 对,我们学了春天,那我们复习一下春天还有颜色,好吗? 好。我们复习一下春天季节和颜色。 好,这是春天什么颜色?绿色。 对,非常好,绿色。上节课我们学过,春天绿色。绿色。好,夏天。 夏天什么颜色?红。什么颜色?红。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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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冬天是什么季节? 春夏秋冬 那你们说冬天是什么颜色? 白色 黑的白的 因为冬天 very long night 所以冬天黑色 春夏秋冬 我们继续往下坚贴 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是 我能识别哪个季节什么食物最多 第二 我能识别不同的季节 我应多吃哪种颜色的食物 第三 我能识别什么颜色的食物 对某个器官有好处 第四 我能理解一个健康饮食原则 因为我们班同学很聪明 而且发音又好 汉学的又棒 所以春天来了 我们怎么让自己很健康 好吗? 好,我们来看 先学习 这是什么? spinich spinich 对,那么 汉语是菠菜 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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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颜色? 绿色 什么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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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 春天 春天很多 对,春天很多 夏天菠菜 flower 所以好吃吗? 不好吃 所以春天的菠菜很好吃 春天很多菠菜 对不对? 很多,春天有很多菠菜 菠菜 菠菜 这是什么? watermelon watermelon 什么季节吃? 夏天 夏天 夏天非常好 什么颜色? 红色 红色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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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季节? 夏天 夏天 夏天有很多西瓜 对吗? 跟我一起来 夏天有很多西瓜 再来一遍 夏天有很多西瓜 夏天 非常好 这是什么? 花 像花对不对? 花 对 所以它的名字叫花菜 花菜 花菜 所以它是秋天 秋天有很多花菜 秋天有很多花菜 好,跟老师一起说 秋天有很多花菜 再来一遍 秋天有很多花菜 不错 嗯 再来看这个 这是什么? 乌鱼 像耳朵 对不对? 耳朵 是不是? 嗯,像耳朵 所以它的名字 耳朵 看一看是什么? 黑木耳 木知道对不对? 木 很好 木 我们都是高级的学生 黑木耳 知道是什么季节吗? 嗯,winter winter是什么? 汉语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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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木耳 好,那我们练习一下 我们练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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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吗? 嗯,就是你的 你们俩一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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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嗯 非常棒 好的,请收起来 放回 放回线封里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活动 这个是两个同学一组 一个同学出示一张图片给另一个同学 另一个同学说出汉语 一组卡片测完交换角色 这个 这个 西瓜 菜 嗯 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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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菠菜 这是什么? 黑木耳 很好 嗯 好 好 花花菜 西瓜 西瓜 嗯 黑木耳 好 那么我让你看汉语 嗯 就这样 哦 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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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菠菜 黑木耳 嗯 不错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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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花菜 棉色 花菜 黑 黑木耳 花菜 嗯 花菜 花菜 很聪明 翻译也非常标准 好,我们再看这个 刚才老师说 刚才老师说 春天有很多什么? 春天有很多花菜 西瓜 黑木耳 还是菠菜 菠菜 好,我们说句子 春天有很多菠菜 夏天呢? 夏天有很多花菜 西瓜 西瓜 秋天呢? 秋天呢? 有很多花 花菜 花菜 不错 冬天有很多菠菜 嗯 不是,有很多西瓜 黑木耳 黑木耳 好,说句子 冬天有很多黑木耳 不错 好,现在我们写画 做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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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好了吗? 好的,名第一个 春天有很多菠菜 很好,Crystal第二个 夏天有很多西瓜 对吗? 对 好,第三个 秋天有很多花菜 对吗?秋天有很多花菜 对 非常好,名最后一个 冬天有很多黑木耳 好的,大家做的都非常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你看,咱们读一下这些 刘老师 刘老师是哪国人? 中国 你们是哪国人? 美国 对,美国人 刘老师看,刘老师春天吃很多国菜 你们春天吃很多国菜吗? 嗯 你们春天吃什么? 你们春天吃什么? 嗯 很多 那夏天呢? 夏天呢? 冬天吃什么? 那你们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吃的东西一样吗? 嗯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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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后你们会订一个东西 今天看老师看我们中国人吃什么 刘老师夏天吃很多西瓜 刘老师秋天吃很多花菜 刘老师秋天是不是吃很多西瓜呢? 不是 不是 不是,对不对 那刘老师冬天吃很多什么? 黑木耳 黑木耳 老师刚才说哪个季节有很多菠菜? 春天 春天有很多菠菜 对,所以老师春天吃很多菠菜 夏天有很多什么? 西瓜 很多西瓜 老师吃很多西瓜 你能不能写下来 老师为什么春天吃很多菠菜 夏天吃很多西瓜 而不是春天吃很多西瓜 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想一想 为什么? 想一想 为什么? 想一想 老师为什么冬天吃很多黑木耳 为什么秋天吃很多白色的 白色的花菜 菠菜什么颜色? 绿色 老师为什么吃很多菠菜在春天呢? 绿色的东西 好吗? 好了吗? 好,菠菜你来分享一下 那你呢? 那你呢? 你呢? 嗯 菠菜是绿色的 春天也是绿色的 所以说春天要吃很多菠菜 看来同学们很好 好像因为你们学的很常是一件汉语 看来看我们中国人说什么 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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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是吃的意思 吃 不食 不食 就是 那我们看看 那么和我们的身体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对我们的身体很好 为什么要不食 不食 为什么要这样 那和我们中国的这个有什么关系? 来我们看看 心 心 心 heart 心 肺 肺 肝 肝 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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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做一下這個 同學們先看一下這個 你們先看這個 這個已經過了 我們中國人還說這個 同學們看 春養肝下養心 養 means take care of 秋養肺東養肾 春養肝下養心 秋養肺東養肾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說 我春天要吃很多綠色的 為了take care of my liver and in the summer eat a lot of red things take care of my heart 好的 我可以一起說一下 春養肝下養心 秋養肺東養肾 好 好了 沒問題是嗎 嗯 好 我們剛才我們說 我們有這些比例 我們一起來到 不時 不時 春天吃 和老師一起說 春天吃 綠色的 是 菠菜 像菠菜 對 那麼 夏天吃 紅色的西瓜 秋天吃白色的菜 花菜 冬天吃 黑色的 黑木耳 所以 下養肝 下養心 好 同學們可以來做一下這個 對 好 現在 我們在 это 是 我們在前面 我們在這裏 都 CN 好了 好了 做完了嗎 好 最後同學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好了 非常好 最後一個 先生也做得非常好 又快又好 好 同學們我們的家庭作業是這個 Please list what do you mainly eat during each season and why and do some research and compare the diet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I show you the color and the season and the food and the organ of our body So you can compare maybe you can discover more things about it Okay share with us during next class Xie xie